一维空间的守恒系统 我们上次稍微讲到这里 我今天这个地方再重复一下 如果 一定要注意它的条件 如果一个指点 它的外力仅仅是保守力 它没有非保守力 那么这个指点的基建能就守恒 这是基建能守恒的这个条件 它只有保守力 它的非保守力等于零 坐着工等于零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它只有保守力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用二分之一mv平方带 这个就是potential energy potential energy它是位置的函数 加起来等于总能量 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 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情况 v等于正负根号 m分之二 1减1p 那么因为这个v 它一定要是正值 它不可以 它一定要是实数 不可以是虚数 因此呢 这一项一定要比这一项大才可以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 它的总能一定要比它的potential energy 要来的大 它的速度才会等于 等于这个时速 好 现在我们就从这个delta ep 它是conservative force的积分 这个我们讲过了 然后把这个 这个式子呢 我们变成这样 就是如果fc在ds方向的这个分量 就是说这个跟ds是同一个方向的话 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 存量机就是变成这样子 于是我们就求出delta ep呢 delta ep它是等于 1p2减1p1 它是未能差嘛 第二个位置的未能减 第一个位置的未能嘛 它就等于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这个东西 于是我们把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相等以后呢 我们同时都为分 它就变成fc 要等于负的 dep over dx 那就是说未能减数里面 这就是说未能减数 在某一个位置的邪率的负值 是等于conservative force 这个一定要记住 在这个上面 各位多多思考一下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曲线 这个曲线呢就是 这个弯曲线 就代表什么 potential energy 它是位置的函数 不见得每一个位置的函数 都是这么复杂 没有 它可能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 那就表示好像我们一个物体受地球的重力以后 它在地面上呢 如果你有一个洞挖下去的话 这个洞上面 像这个洞的potential energy 跟位置的关系就是这样 洞底的potential energy最小 好 那么上来这里啊 这个地方算是最大 也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也可能是鼓起来的这一块 那就表示说这个地面呢 有一个土堆 是笼起来的 笼起来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这里的potential最大 等等 那这个就好像说地面突然遇到下坡 这个就是地面遇到这个地面上 东西在跑 再往X方向移动 从下面往上移动 有个上坡 如果有这么一个图的话 EPX是这么一个图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从这个函数曲线上来看几样的东西 保守力是这个 记得哦 保守力是这个 那个EK 因为EP E等于EK加EP 所以EK是等于E减EP 那么这个 这种各种的运动状态啊 我们 我们现在来看 第一个 当E等于E0的时候 就总能量是这么大的时候 总能量是这么大 那么它的potential 在这个地方呢 EP等于E0 它的最小的EP啊 就是E0 等于E0 那么它的 它的kinetic energy就是EP减E0 EP减E0 那么因为EP是等于E0啊 E0减E0就是 就等于0啊 E也等于E0 EP也等于E0 所以 所以直点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静止的 因为它的动能等于0 这个时候啊 就说你一个物体掉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它的动能就是0了 好 如果如果这个物体的总能量有这么大 那比这个最小的位能要大的话 好 那么在X 在X2跟X1之间 在这个之间 那EK呢 那EK呢 是等于E1 这就是总能量啊 它减叫EP 减叫EP 好 那么 它在这个 X等于0的地方 X等于0的地方 它就是总能量 减叫E0 E0 是0嘛 那所以它就是 这个时候 这个是0啊 所以这个时候的 它这个 因为它总能量只有这么大 这么大 所以它的kinetic energy 跟总能量一样大 于是这个kinetic energy 就是最大值 最大值 最大值的话就表示说 这个物体在这个地方啊 它的速度的大小 是最大 在这里也是最大 在这里也是最大 那也就是说 你一个弹珠 摆在这里的话 不是 它在这个 X0的地方 速度是最大 这里是potential energy 最大 速度等于0 你弹珠摆在这里 它会从0 速度等于0 开始掉下来 到这里 速度最大 然后又往这边去 到这里又掉下来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震荡 那这个地方的速度是最大 这里的速度就是等于0 速度 等于0 那么我们现在看 这个就是指点从X0 接近X1 或者接近X2的过程里面 它速率是递减的 越来越小 它到达这个X2的时候 比如说它从这里到达X2的时候呢 速度变成0 于是暂时就停止了 停止了它以后呢 它又会往下掉 因为在这个地方啊 它的邪率是正的 可是它的保守力是负的邪率 所以是往这边推 它就往这边跑 于是这个物体呢 比如说从这里往上跑 到这里速度等于0了 又折回来 因此这一点呢 我们通常叫做转折点 Turning Point 这两点都叫做Turning Point 它运动到这里会回来 运动到这里也会回来 我们再看另外一段 当一等一突的时候 一突是这么大 一突这么大 这个时候一共有四个转折点 就是说你本来在这里 物体往上运动到这里会回来 往这边滚也会回来 你如果原先在这里 你往这边滚到这里也会跑回来 滚到这里它也会跑回来 所以它在这个 这个叫做未能井呢 这种 这个地方好像我们地面上 挖一个井下去一样 它叫做Potential Well 也叫做四井 也叫做未能井 所以这个直点呢 要不然就在这里往复运动 要不然就在这里往复运动 一突到一三的时候 哇 有这么大的时候呢 那么它仅仅在X3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往这边运动 到这里就停止了 又会往回来 如果从这里掉下来的话 那它就一直一直滚滚滚 永远就滚下去 它不会回来 所以它只有一个转折点 它到这里会停下来 如果它是向正方向移动呢 它就不会再回来了 记住这是保守力 没有摩擦力在这里面 当一大于一 forward的时候 一 forward的时候 这个物体就没有转折点了 没有转折点了 它可以 它到这里 它的速度 它到这个地方的速度呢 它不会是零 它不会回来 那么我们现在看X等于X0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所受的力 受的力是等于这个 是等于零 因为这一点的邪律是零 对不对 邪律是零 当邪律是零的时候 那就表示这个物体 在这里不受力 如果一个弹珠 原先就在这里不动 它就永远保持不动 但是你稍微往这边一推 轻轻地推到这里 它这个地方所受的力 是往左边去了 因为这跟邪律 邪律的负值 所以它又会跑回来 然后滚到这边的时候 它的受力 又是朝右边去的 因此这个物体会在这个地方 来回的震荡 来回的震荡 那么所以 它如果原先禁止在这里 你稍微一推的时候 它还是会回来 推到这边 它也会回到这一点 所以这一点的平衡 如果它平衡的话 这个叫做什么平衡呢 叫做稳定平衡 Stable 如果它在X5的地方 如果一个指点在这个 这个土堆的正上方 它不动的时候 也就禁止在那里 但是它只要稍微 受一点点的力 往这边一推的话 它就往这边滚下来 如果你受 它受一点点力 往左边推的话呢 它就从这边滚下来 所以这个物体静止的 你不能动它 动它它就跑掉了 因此这一点呢 虽然它是平衡的 但是这个平衡叫做不稳定平衡 叫做unstable equilibrium 不稳定 你稍微动一下 它就跑掉 不像这一点 你怎么动它 它都会回到这一点来 如果一个物体 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X6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是水平的 就好像一个球摆在这里 你不论滚到哪里去 它都是平衡的 不论你把它摆在哪一个位置 它都是平衡 不像这个 你摆在这里 会往这边手里 摆在这里会往这边手里 所以摆在这里才是平衡 这个你摆在这里也平衡 把它在这里也平衡 那么于是呢 我们说在这一段 在这个地方一个物体 它的平衡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随遇平衡 neutral equilibrium 随遇平衡 随时都在平衡的位置 那么以上是我们介绍 这个指点 只受重力 只受这个conservative force的时候 那么它有这个现象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指点 它几色保守力 这个保守力跟位置的关系是这个 现在它要问你 X在什么范围里头 这个 X在什么范围里头 看看 这个可能有问题 就是说它是这个指 OK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就是说它在什么一个范围里面呢 它的potential energy呢 是一个负质 是一个负质 OK 好 那么我们 首先要把这未能曲线画出来 未能曲线怎么画呢 你们学微积分就可以画 你虽然现在还没有学到 我们先看这个题目 先看这个立体 我们先把 未能对X来讲 它的最大值在哪里 最小值在哪里 比如说 它未能曲线是这样的一个未能曲线 那么它有一个最鼓起来的地方 往这边也是往下 往这边这个曲线也是往下 这个叫做它的一个最大值 最大值 不是 不是 顶顶是最大值 就是说 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maxima 一个鼓起来的地方 在这里呢 往这边去也是变大 往这边去也是变大 这个叫做最小值 我们先把 这个最大值的位置 跟最小值的位置 把它找出来 好 那就是 把这个 比如说 你在这个地方 最小值跟最大值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这一点的邪率是零 这一点的邪率也是零 那么这就是邪率 DP over DX 这个写错了 这个DX 这是DX DP over DX 刚刚你们讲以上 有没有写错 把它改过来 DX 那就等于这个微分 这个微分就12X平方 减到6X等于零 于是我们把这个分解因子就变成这个 于是我们就解决 X等于零的时候 X等于零的时候 X等于零的时候呢 那EP是零呢 你看 你看 你看X等于零 带进去 EP是零 这个最大值在这里 X等于零 EP是最大值 是等于零 好 那么当X等于1的时候 把它带进去 它就等于负二 负二个J 负二就表示这个 这个potential energy是负值 如果这里是零的话 这里就是负的 所以这个最大 这个最小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 在这个地方 慢慢呼呼地 想成一个曲线 是这个样子 这里要鼓起来 这个地方凹下去 变成这样子的 所以在X等于零的地方 未能有函数最大值 X等于1的地方 未能函数有几小值 好 那么 但是你现在还不能画这个曲线 因为你不晓得这个当中是怎么样 是从这里马上就 什么地方 就是这里是下 下 是鼓起来的 这里凹下去的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你看这个曲线 有一个曲线 有一个反曲点 就是说 本来说上这边弯曲 后来往这边弯曲 这一点叫做反曲点 你们将来学维基峰也会学到 如果 这是EP了 EPX 不知道怎么搞会写 写成EY EP 就是说EP对X 做两次导函数 等于零的地方 这就是反曲点 反曲点 那么我们算出来是等于什么 0.5 这里就是0.5 因此你就可以画出一个 这个曲线弯下来 到这里再往这个地方弯 到1的时候 是负2 就大概可以把这个曲线就画出来了 好 曲线画出来以后 我们就看 它的F值要是负的 刚刚那个题目 我漏了一个字 大概是打的时候漏了 它要求 它所受的利是负值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在什么位置 负值 那么F就等于这个东西 F等于这个 那它要等于负值的话 那就是这个数字要小于零 小于零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字的分解 形式就得到X小于零 F也是负值 X大于1 它的利也是小于 也是负值 你看X小于零 在这个 这个 左边 你看 比如说一个弹珠摆在这里 它一定往这边滚 对不对 它受的利是往这边 是负值 如果是大于1的话 就是在这个 这个上面 在任何一点 它受的利也是往负的 那也就是说 在 在X 漏了一个 X小于零 即X大于1两个区域 F X 是负值 这是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从未能函数曲线可以看出 值点只能在未能紧中震荡 这个时候 你在这里 在这里震荡 在这里震荡 它不能跑到这里 也不能跑到 也不可以跑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你一旦跑到这里来 它就 它就不会回来了 它就往这边滚 如果你在这边的话 它往下一滚 它的 它的 Portal Energy 大于未能 它就会从这里往这边滚 也跑掉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它的一能 它的总能量1的 大小范围 就是从 0 到负2 只能在这个地方震荡 只能在这个地方 它不可以在这里 也不可以在这里 OK 好 现在我们再看 三维系统的 守恒系统 三维空间的守恒系统 现在是一个三维空间 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公司 等于未能的负值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就写成这样子 因为EEP积分 就等于E EP在B的位置 写在EP在A的位置 就是DeltaEP了 那么我们就把 这两个积分式子里面 因为这是积分式 我们维分一下 就等于这个积分式子里头 这个值 等于负的这个值 于是呢 我们再把FC Conservative force 它分成三个分量 X分量 Y分量 Z分量 等于这个 这个分成三个分量 它有三个分量 这个呢 它也就是等于 等于IDX IDY JDY Z KD Z 等等 这个到的以后 它这边就变成这样子 两个项目的内积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式子写成 Fx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EP 对X做维分 把YZ都当作常数 这个 这叫偏维分 没有关系 你们现在没有学过 你暂时把这个 记起来 它就等于 这个EP 对X做偏维分 的负值 那Fy等于EP 对Y做偏维分 的负值 等等 是三维的 所以保守力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FC 就写成 因为这是 这是它的 X分量了 所以是负的 partial EP over partial X I 这是X分量 这是Y分量 这是J分量 所以 我们可以把 保守力 就写成 它 未能的 未能的 这些式子 这个各位 现在还 因为没有学过 维基分了 你们到二年级的时候 如果学电磁学 就会学到了 这个可以写成 负的 EP的 gradient 这个我们先不谈了 好 那么 这一章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这一章很重要的就是 你 你现在先 回去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功能定律有哪一些 哪一种形态 你要用功能定律 一定是这几个形态 不会像我昨天说的 马上就用这个 未能等于动能 不可以这么做 你要从它的形态里面 选一个 然后把它的条件 带进去 最后才会得到结果 还有就是 在做功能定律的时候 你还是要画图 因为它有什么 有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工 non-conservative 做的工 是指所有的 非保守力 做的工 包括什么呢 包括外力 也包括内力 后来我们不是推广吗 像那个汽车引擎里面 做工它也会跑 就算它的内力 那么两个指点 互相吸引 也可以从镜子 变成有速度 那么未能就化成动能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内力 内力 也可以 就是说也可以算 所以在这个功能定律里面 non-conservative force 各位要注意 它是包括所有的外力 跟所有的内力 只要是非保守力 它都算 都算 所以你要求它的 非保守力做的工 你一定要把这个物体 所受的外力 全部全部的画出来 力图 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画力图 所以各位要 你在做作业的时候 绝对要画力图 你不可以不画力图 好 现在我们看 下面一章 嗯哟 不怕 我在这为何 我没说 嘬 我没说